台湾的法国面包哪一家最正宗呢 很多人答案恐怕是在新店工业区里的这家小面包店吧 老板徐师傅国小毕业之后就到法国去跟姑姑一起生活 不姑姑过世之后呢 为了留在法国就跑去学一技之长做面包 二十出头就在巴黎的高级地段拥有三家面包店 手艺深受法国人肯定 生意呢也是好到大排长龙 不过两年前因为父母亲年纪大了 徐师傅回到台湾探亲 他发现台湾竟然没有口味正宗的法国面包 于是决定要回到台湾来创业 有别于台湾的烘焙业用的是日本面粉 徐师傅坚持呢 一定要用法国进口的面粉才有麦香味 才是真正的法国原味 尽管这个成本多出了三四倍 他也不手软 也就是这样的坚持 做出的法国面包 成了法国面包明星中的No.1 新店中正路工业区里的这家烘焙坊 看起来跟一般的面包店没有太大差异 但这里已经是台北的法国面包迷最新的朝圣地 就外面酥脆 然后里面很柔软 就喜欢上了就没有办法 就无可救药就只好来了 让人爱得无可救药的面包 跟法国面包店卖的一样道地 因为老板师傅徐国斌在巴黎做面包23年 手艺原装进口 面粉更是百分百法国货 所以这个都是T55的法国面粉 产地法国 这成本贵多少 比台湾面粉贵三倍吧 正在做原味金棍也就是所谓的魔杖面包 法国T55面粉一包1000台币左右 用得毫不手软 徐国斌说法国进口的面粉因为品种不一样 加上粗魔法 做出来的面包特别有麦香味 这是台湾业界普遍使用的日本面粉 无法取代的正宗法国味 我今天如果想吃泰国米的话 你不可能买台湾米给我吃 但是我没有说台湾米不好 但是这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面粉坚持法国货 徐国斌还强调天然健康 不加油 不加糖 不加改良剂 配料只有过滤水 盐巴 天然湿酵母和时间 面粉打好后休息喘口气 15分钟后再来做马杀鸡 乘着空档另一款富贵金棍也跟着热身 stand by 富贵楼 这个是这个两倍 这个是这个的两倍 这个是这个的两倍 台湾面包 台式的 台湾的面粉 应该是380到550差不多 不只人挑面粉 面粉厂做生意也挑人 经验丰富 手艺到位的面包师傅 才有资格购买最顶级面粉 全城时期在巴黎拥有三家面包店 徐国斌就是获得面粉厂认可的师傅之一 富贵金棍面团一样得休息15分钟 再和刚刚的金棍轮流做按摩 隔15分钟再做第二次 第三次 徐国斌形容他的面团会烦恼环通 因为不放油 刚打完初钢时 表面粗糙就像是老人家的皮肤 做完按摩之后 生出延展性 面团变得越来越光滑柔软 其实我最喜欢摸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面团 超级舒服的 说要像摸女孩子的皮肤 是吗 对 摸跟触感怎么样 这个应该是25岁吧 26岁 是最好的时候 用时间和效果的互相效应 得到的这个激辛 而不是用激辛 我说的是法国面包 膜上 原味 就是我们吃的法国面包有绞性的面包 都是用这个方法冲出来的 为了增加松软口感 徐国斌打面团时会多放10%的水 在按摩翻身折叠时容易粘手费力 很多法国师傅嫌麻烦费食 但徐国斌坚持没塞淘甲锅 上工当作练身体 时间很大应 对 所以越来越难翻 对 越来越难翻 就是三次 一次比一次翻 对 做法国面包 徐国斌反对有酸味出现 他说面包有酸味对身体有负担 而酸味主要是因为过度发酵所造成 要避免酸味 酵母不能放太多 温度必须降低 如此一来就得拉长发酵时间 面团做完按摩后变得白泡泡又眯眯 还得经过三到六度 至少18个小时低温发酵 才能继续面包旅程 在这个慢慢的发酵的过程中 可以让这个面粉麦香味带出来 低温 说徐国斌的做法很法国 其实也不太精确 因为就连在法国也不是每个师傅 都跟他一样搞刚 二次大战之后人口越来越多 小麦生产供不应求 快速生长的品种大量种植 法国人做烘焙开始放改良剂 增加面包体积 拉近不同面粉间的表现差异 法国面包因此变得不太法国 我们现在的法国面包不好吃 而且越来越差劲 然后就想到以前的做法 然后就跟一家面粉厂商讨论 把这个麦种找出来和做法研究出来 然后1993年的时候 就开始做我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法国面包 说到法国之前总会加个我们 人生将近40岁 有25年待在法国生活 说出身苗栗客家的徐国斌 是个黑眼珠的法国人 也许更加贴切 父母亲是老师 然后我都不喜欢上课 小时候我父母亲丢脸死 班里面30个小朋友 我都是29名 30名那种 从小不爱念书 个性独立 徐国斌14岁时就跟父母提出 要去法国跟姑姑一起生活 巴黎自由的空气让徐国斌大开眼界 没想到隔年姑姑生病过世 徐国斌却说什么也不肯回台湾 要上课 要读书 光是想到我就投到了 于是在姑姑朋友的介绍安排下 徐国斌去烘焙坊当学徒学蛋糕 也换得生活所需 我是个很好强的人 法国人做蛋糕的时候 他那种真的全部都是天才 我觉得 我说基本上我做不赢他们 然后我就做面包 我辛苦一点我早就起床 但是基本上我可以做得比喻好 徐国斌也是在那时对面包产生了高度兴趣 每天磨练功夫 1996年21岁开始在巴黎最高级的地段 连开三家面包店 手艺经过法国嘴认证 一间店连营业额千万台币起跳 成了第一个在法国开面包店的华人 而声名大噪 少年得志也让他迷失了方向 玩乐放纵生活迷烂 24岁时法国老婆和他离婚 面包店也全部收摊 为了生活他到薪水 是一般行情两倍的 面包师傅派遣公司上班 前后待了80多家面包店 在这个阶段功力大增 下面还有几分钟 历经挫折痛定思痛后 徐国斌靠着双手东山再起 28岁又在巴黎左岸开了面包店 生意强强棍 因为父母年迈 加上他回台探亲时发现 台湾的法国面包都是师承日本系统 缺席的正宗法国味似乎大有可为 因此决定回台湾发展看看 经过18个小时低温发酵 烘烤出来的金棍面包和富贵金棍 外酥内软 散发隐隐天然卖香 没到出炉时间就有 饕客专程来扫货 面包算蛮有嚼劲的 但是又不会觉得太 因为有的面包做得很Q的话 你会觉得摇起来会 嘴巴会很酸 对啊对啊 他那个其实摇起来就是觉得 软硬还蛮适中的 很自然不会有那种感觉 像人工香精的味道 双城从北投跑来这边买了 是 北投没有面包店吗 我已经习惯吃法国面包了 我觉得只有徐师傅的面包 我比较相信 今天怎么买到哪去呢 一千出头 这算小咖的 最多买多少 一千八有吧 很多客人一买上千元 徐国斌晋升他们心中的 No.1 不过去年刚开店时 完全没有这种好光景 店面偏僻位在工业区里 在地消费客层喜欢的是 台式面包 对偏硬的法国面包不太买单 每天门可罗雀 其实我现在越来越会说国语 因为我生意不好的时候 我每一个客人进来 我跟你讲 就是牵着他 请你吃吃看我的面包好不好 那时徐国斌沮丧到 想要把店关了回法国去 幸好几位伯乐及时出现 让他打消念头重新振作 9点半 今天很晚了 还蛮冷的 他穿着外套 然后这里进来 看着我 他说小区啊 你知道我带什么吗 就打开外套 我带一瓶高粱 来我们喝一杯 我给你解释 为什么你现在不可以走 庄老板偶然试吃过 徐国斌的面包 惊为天人 原本不爱吃面包的他 几乎天天光顾 其实你后来说 我家里蛮大的 还有附近医院的医师 帮忙宣传 甚至还有老板 怕他走掉 每天剩多少就买多少 分送给员工吃 我来给他200分 我来怕他搬走 我没得吃 这是我最怕的事 就这样口碑相传 徐国斌终于打开知名度 生意翻红 成长好几倍 虽然忙得不可开交 他依然坚持品质才是王道 像是可颂 一定要用法国发酵奶油 才有法国味 谨守细节不取巧 除了法国经典 徐师傅还发挥创意 把花莲原住民的咸猪肉 当成材料 和进口橄榄 搭配做成咸猪肉面包 台湾味搭档 法国味 滋味朝政 而吃起来口感像是台湾大片的法国派 自制杏仁粉 加上葡萄干 核桃 诚意和口感一样多层次 都是店里的热门发烧货 我们这法国面包 其实是用时间去培养它精度的 最近几年食安问题连环报 连知名面包店都被踢爆 用香精谎称天然 许多消费者干脆自己在家做面包 徐国斌成了烘焙教室的行男大主厨 大方分享不藏私 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吃得更健康 对我来讲 面包是一个很独俗的产品 我希望大家更容易去接触到 而不是因为有所谓的技术的把关去限制 助教除了员工师傅 还有每个星期去店里三天 当免费学徒的牙医师 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 因为吃上一个健康又美味的面包 在台湾目前还是很难找得到 而且是真正的法国面包 对然后我吃的过程觉得 那是吃不腻 而且真的是吃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快乐 然后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徐国斌希望借由他的手艺 让台湾人接受并爱上真正的法国面包 进而带动法国面粉的使用量 让法国面包更平民更亲民 其实我不想把法国面包高级化 每次我跟个人说 没有啊 这就是法国人吃的馒头啊 没有什么高级 不需要什么超级烤乳 什么法国进口的烤乳 什么法国进口的搅拌机 没有必要 只要一个型用料实在做法国面包 下一步他计划要前进台北东区开分店 扩大面包事业版图 用认真实在树立打人招牌 成为台湾烘焙界的法国面包国王 大工 搅拌机 cow